Hello 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Chinese Podcast with 顺兰 真的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 这么正式的坐在这里 然后这边摆好了我的灯光 这里借好了我的相机 来给大家拍一个中文视频了 那么在今天这个比较短的 不太长的中文的视频当中 我会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个话题 这样的一个主题 也就是在中国我们怎么样度过 怎么样熬过夏天 好 在我刚刚的句子当中 我用了两个词 一个是度过 一个是熬过 它们两个的意思呢 几乎是一样的 差不多是一样的 但是度过它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词 也就是说它不带有特别多的感情的色彩 但是熬过的话 我们用这个词的时候 它背后有一个感情色彩 有一种感情色彩 也就是说我们会觉得 我们度过的这一段时间 它是不太愉快的 而且通常是比较长的 好 那在这里呢 我再简单的多说几句 跟大家多介绍一下 熬这个词 这个动词 对吧 我想大家也许有听过 熬药 熬汤这种表达 对不对 那在这两个词里面 熬它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花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去煮某个东西 另外还有比较常见的 含有熬字的一些词 有比如说熬夜 对吧 那我呢 是一个经常熬夜 特别喜欢熬夜的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脸上的黑眼圈 最后 熬这个词 这个字 它比较常见的第三种用法 就是我在前面的句子当中所用到的 我们如果想要表达 度过一段比较长的 比较困难的时间的时候 你可以用熬这个动词 比如说熬过夏天 熬过冬天 熬过期末周等等等等 那么在中国呢 冬天和夏天这两个季节都是非常难熬的 在之前前几个月的时候 我就有跟大家拍过一期视频介绍 在中国我们怎么样去熬过冬天 对不对 那马上啊 时间过得很快 一下子就到了夏天了 现在是五月底 马上要到六月初了 其实在中国来说已经差不多是夏天了 那我看了一下 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城市啊 就我所在的城市长沙 它的气温最低是25度 然后最高是34度 那么听上去25度到34度 这个真的不算特别高的温度 对吧 可是我今天就已经要热死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住的这个地方有关系 因为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视频的话 你也许会知道我住在一个非常小的公寓里面 这个公寓应该只有十多平米 所以它面积非常小 那么就非常聚热 也就是说这个房间里面的热量 它很容易聚在一起 很难散开 很难通过这个空气循环排出去 所以可能在我的这个房间里面 就显得格外的热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今天觉得超级的热 这个热呢是那种湿热 也就是那种会出很多汗的热 所以说一个比较高的温度 再加上湿热的天气 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 给人的感觉是非常不舒服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怎么样去度过一个非常难熬的夏天呢 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式 也就是开空调 那么在中国这个空调的普及率还是挺高的 我觉得一般人的家里都会安装一个空调 那我知道在有一些国家 比如说在美国的话 大家在自己的大房子里面可能会安装那种中央空调 对吧 可是在中国的话 我们更常见的是那种单独的壁挂式空调 说实话不管多热 你只要走进空调房里面 确实会感到比较的舒服 可是这个方式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个空调它是比较费电的 而且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一个租的房子 对吧 它不是我自己买的 是我租的一个房东的房子 在中国我们一般租房子的时候 房东都会为租客准备好一些常用的家具 家电 那空调通常是包括在内的 可是很多的这个房东 或者说几乎所有的房东 他们为了省钱 他们会买特别便宜的这个空调 那这个特别便宜的空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们的能耗特别高 一开始我租房的时候 我完全不会去考虑到这个空调 或者其他电器是不是耗电 他们是几级能耗 但是我最近我才突然发现 我住的这个房子里面的这个空调 它上面写的是三级能耗 三级能耗已经是非常高了 如果你想要比较省电的空调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一级能耗 所以说开空调当然是效果最好的一个方式 可是它会比较贵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能就会用电风扇对吧 不过电风扇它只能够吹风 如果是在一个特别热的天气环境下 你还是会觉得特别热 你还是不能够解暑 因为它那个风吹过了还是热的 也就是说这个降温的效果没有那么的好 那么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选项 其他的方案呢 其实我今天买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的名字叫做冰雾风扇 我们可以从这个名字当中 就能够看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首先它的本质还是一个风扇 还是一台风扇 也就是它从那个机器里面是会吹风出来的 好但是前面有两个字 有一个定语 这个定语是冰雾 这个冰字对吧 并不是说这个风扇会吹出冰来 而是说它吹出来的风跟一般的风扇相比 会温度要比较低一点 那它们怎么做到这个温度那么低呢 是因为从这个机器里面吹出来的 除了有风之外 还有一些水气 所以就是看上去像一个雾一样 但是这台机器 它其实是为厨房准备的 也就是说你在厨房做饭的时候 可能厨房的温度特别高 然后特别热 那这样的一个机器 它可以帮助你降温 所以呢这个机器 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也就是它的噪音特别特别大 那我今天买回来之后 我试了一下 我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我在书桌这边用我的电脑 然后这个机器打开的时候 我到这边的噪音就特别特别大 我感觉我脑子里很长时间 一直是那个特别特别大的噪音 你根本没有办法安静下来 去做你的事情 好所以我就打算把这个机器给退掉 也就是退货 那么总结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我有介绍到三种 你可以选择的降温的办法 但是我觉得第一种就是开空调是最棒的 可是这个方法呢会比较的费钱 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好的一个方式是如果你要在一个出租屋住比较长的时间的话 你可以选择换掉这个空调 就是换掉房东给你配的这一台能耗特别高的空调 换成一台能耗比较低的比较节能的空调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基本上所有要介绍给大家的一些内容 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比如说在你们所生活的国家 你们所生活的城市 夏天难熬吗 以及你们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降温 你们会用空调电风扇还是有其他的一些避暑的神器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视频播客暂时先到这里 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我所制作的播客 欢迎你加入我的Patreon会员 另外如果你想跟我上口语课的话 你也可以在下面找到跟我订课的链接 好 那我们今天暂时先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